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空单真的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个事情 我今天不要理到做顺势而为 我在这一个周末 刚好朋友传给我一个讨论群组里面 他在谈这个航运股 那很不幸的他们可能是 谈到是空单 等一下来我们把里面一些东西 截录给大家看一看 我想这边说真的啦 对不对 很多人觉得说行情过热了 是不是该在这边做空了 说真的很难给一个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 没有人看过14000多点 甚至未来的15000点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请问大家 请问你谁看过14483 我告诉你今天第一次看到 今天我保证全部的人都第一次看到 那你要怎么知道 这里就是高点呢 有些人说插学同理论啊 路上很多人在谈股票 你又确定他们是赚钱的吗 真的很少啦 我只能这样跟你报告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叫顺势而为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 投资朋友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下午等一下要录的这个 我们会员的专题讲座 这个叫做先进崩庄大赢家 这个先跟大家做预告好不好 那这是我朋友这个贴给我看的 那大概只能因为 大概没头没尾 大概没头没尾 但是我们只能从里面 大概可以猜出来 这些人在讨论些什么 对不对 就大概有什么样 在讲航运股 可怜那些期货被扫出场的 那我请问你 每天在涨 投资朋友 常总有期货 对不对 常总每天在涨 你要什么叫被扫出场 有可能是怎么样 你出太早了 有可能是怎么样 你放空 margin不够被扫出场 这都有可能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保证金要多放一点 常保平安 这样你懂了吧 这样你不是提早出场哦 是因为怎么样 你放空保证金放不够 就被扫出场了 然后就有人开始问 货柜的一个状况如何 然后开始有人问说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资讯 可以反映货柜热潮趋缓 我真的不懂这些人在干什么 我真的不懂 对不对 那当然就讨论区 哪个讨论区我也不知道 我把名字都遮掉了 不好意思 投资朋友 常总今天涨停板 阳明涨停 对不对 东南亚航线涨五倍的万海 今年涨停板 投资朋友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的会员专题讲座 讲得非常明白 你知道你怎么不在这节目讲 这节目我讲了很多遍 我请问大家 你看过几次了 我打从八月底就在跟大家谈 谈长荣 对不对 我到十月份 他整理了一阵子之后 我跟你讲长荣 记得了吗 再生能源短线或许过热 中长线趋势确立 我们抓两档 台达电跟元晶 对不对 上季财报机有股航运是 长荣 万海 阳明跟玉明 投资朋友 尤其前三档股票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 对不对 那时候财报还没出来 十月十五朝一朝还没出来 没有对不对 宏远正确写了一个报告 他估 他估长荣 明年EPS4.47元 他说为什么 他说第四季淡季不淡 他说怎么样 目前代交新船出以航队战利是39.7% 业界排名第一名 No.1 No.1 你看到啦 这都不是我讲了 这个是什么 宏远正确的报告写的 对不对 十月十五在哪里 还不到20元 投资朋友没有错吧 跟你讲的时候还不到20块啊 在这里啊 公开的在非凡商业 非凡商业台 股市现场节目 告诉你长荣 结果你都没听进去啊 不好意思 对不对 你没听到里面嘛 现在136元 以前17元而已 你都没听进去嘛 对不对 先记起来长荣喔 记起来喔 再来我跟你讲什么 要长纸了 你说哎呦你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对不对 要通膨了 投资朋友 我在上个礼拜 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reflection 再通膨 你都没认真看啊 对不对 今天新闻来了 永丰渝要长纸箱啊 招想要去啦 投资朋友 台湾三大职场 台湾地区产能于四战 阵容对不对 公子168万吨 纸箱7.92亿平方米 永丰渝公子72万吨 这个纸箱5.28亿平方米 对不对 熔成比较少一点 65万吨 可是熔成中国大陆产能蛮大的喔 纸箱3.61亿平方米 当然没有错 阵容占最多啦 对不对 再来是什么 再来永丰渝跟熔成市占也都不错啦 但是如果要横跨到中国大陆的话 就剩熔成了 就剩熔成了 没有错吧 我没有乱讲吧 对不对 内容稍微看一看就好了 好不好 美国废纸 7月份到现在已经翻涨一倍了 所以呢 本周五开始去调涨纸箱价格 永丰渝 事实上 我跟大家讲 熔成上个月就调涨两次的价格了 对不对 key and guide 10月份开始已经涨两次价格了 对不对 内容给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过去纸箱厂的市占率统计 正容29.2 永丰渝17.1 熔成13.8 其他纸箱厂占39.9 三大纸箱厂就占了六成了 所以所有人倒要涨价了 同志朋友 这内容就不多看了 对不对 赌客4万赌资啊 藏在谷沟上厕所脱户全露线啊 这个好笑 那我们有空再点进去看好了 对不对 国内的纸箱厂开始回头抢购国内的废纸 造成国内外废纸两头涨 强料大战一触即发 请你看清楚 我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你永丰渝的 胡思朋友 十月29日 当时永丰渝股价还不到禁止 当时永丰渝股价不到禁止 十月29日在这里 你家 19.9 对不对 19.9 你说你怎么连职业都有研究 还真的有研究 对不对 我说永峰渝禁止23.17 七大转投资事业 是103家扣股公司 对不对 转投资永峰 永峰时 登陆新贵 永峰时就在卖那些纸品的 永道社评明年A股挂牌 永峰渝公子 明年公开发行 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广告还这边长这里 现场通开 2135日的对账单 透过自动化交易 4年获利600%的风华大解密 我告诉你 这我都不相信啦 不过那不重要 好不好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 12月9日我跟你讲什么 对不对 美国总统大选变数多 防御性个股 光宝科制月光 华邦店 投资朋友 不要说没跟你讲 都跟你讲完了 都跟你讲完了 好不好 都跟你讲完 你都不相信啊 你都没有听懂嘛 当时17块的华邦店 投资朋友 对不对 那个时候60块钱的日月光 你们都不相信啊 对不对 动作挖得很稍微嘛 我也跟大家讲 日月光我们现在也是一张都还没有走 前一次交往到77 78嘛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上礼拜 上礼拜 最近待会有买融层嘛 对不对 你都有看到啊 纸业纸箱龙头嘛 投资朋友 全球央行持续印钞 疫情过后再通膨reflection 对不对 原物料涨价 融层永风于跟南方 南方表现比较差一点 不过南方上个礼拜五啊 盘中好像是创新高了 投资朋友 为什么要买融层 公子营收占比是最高的 整个占比里面它最高 不是市占率最强的哦 去年大陆市占排名第四 虽然说前三名真的很大 但是能够排到大陆市占率 第四也很厉害了 好不好 职业龙头九龙带动寒涨 年节网购效应在吗 网购在拉货 那我刚刚讲的 10月份已经调涨两次价格了 重点是什么 它的股价在哪里 在长期的低档嘛 投资朋友 这种股票你不敢买啊 你要跟我讲什么 它股票是不是在长期的低档啊 以前涨到多少钱 52.4元 对不对 当然你说 杨凤鱼都喷出了 对啊 这不叫长期低档 融层才叫长期低档 好不好 阵容也都喷出了 所以是不是接下来 你会看到融层表演 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 都提前跟你讲过了嘛 好不好 这是子类股 这是传产业 船产航运股跟你讲完了 顺势而为 不要逆势而为 好不好 会计师不是要什么逆水行舟吗 学如逆水行舟 那是学 那是学 我们希望大家操作股票 是顺势而为 对不对 趋势在哪里 往哪里走 你才赚得到大钱啊 来 投资朋友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圣诞节 国泰期货 国泰期货顾问 出了这篇报告 算是比较后知后觉了啦 对不对 他说群创 产品进入涨价循环 营运重回成堂轨道 他在11月16日目标价才11块 早就应该调升目标价了 他现在调升到18元 对不对 调升到18元 然后内容就不讲了 好不好 内容继续看就好了 投资朋友 我们早在他在调升前 我们在6月份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朋友记不记得 我6月份已经叫会员买群创了 我当时告诉你什么 NBA要开打了 对不对 在家里开打 你又不能去现场看啊 怎么办 买电视嘛 那时候讲这个东西 你觉得很好笑 事实上现在呢 你笑不出来啦 因为你不敢买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 然后你看最近的新闻 投资朋友来看 面板超旺 双虎春节不休假啦 对不对 双虎春节不休假啦 两岸工厂春节不停工 IT跟电视面板需求 强劲延续到明年 群创 春节生产线不降载 明年产业迎接 阳光普照 晴空万里的好光景 这是他们讲 这不是我讲的 好不好 这是他们讲的 那这个新闻是什么 去采访 友达总经理兼营运长 柯富人 咖扎原副的当属牛啦 对不对 咖扎原太的当属牛 他说面板的供给缺口很大 尽管现阶段全球玻璃供应吃紧 但友达获得供应商全力支持 玻璃供应无余 对不对 然后他内容 他是出席什么 耐创西手工研院 创造造造员 MicroLED双机的签计记者会里面 你再问他说怎么样 他说这一波的需求 延续到明年无语 友达春节也不敢放假 要敢供出货 否则会被客户吊起来 吊起来 吊起来 对不对 吊起来打 这个当然开玩笑 客户有这么凶狠吗 你是出货给黑道吗 对不对 开玩笑 开玩笑 客户人也透过 也说今年上半年 原本是要过好精实的一年 结果没想到 异后IT面板大幅喷发 然后现在是车用面板大幅喷发 对不对 日前玻璃机板大厂 N1G停电导致熔炉损坏 关键理主件出现供应缺口 对不对 他说不少面板厂拿不到玻璃 他说玻璃的供应的确紧张 但是友达平坚的 跟供应链坚实的伙伴关系 已经找解决方案了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玩了 对不对 获得玻璃厂的一个奥元之后 农历年停休期间赶工 对不对 在同业未缺玻璃板 玻璃板的伤痛脑筋期下 抢占先进出货 实际上我们跟他讲过 对不对 最不会有缺道的可能性是什么 因为N1G好像不是 N1G好像不是情创客户 那今天又来反映这东西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没有关系 说真的 我讲过这三档股票 其实你选一档操作就好了 你也不要在那边换来换去 让人家赚手续费 没有必要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一样三档 对不对 我们不同组别 三档都来操作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都可以 好不好 都可以 都OK的 今天当然群创涨对多 涨了6.96% 群创今天股价 再创新高嘛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其实友达股价呢 我相信也不久之后创新高了啦 好不好 6116 彩晶 这也是不久之后创新高了 反正 这三家公司 你把我讲的话记起来 联动性很强 你不用换来换去 网友在那边说 群创多涨了14% 那我说真的 那没什么啦 真的 多涨14% 他多赚14%又怎么样 对不对 他多赚14%又怎么样 你自己看一看最近有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是放空的话 你就输死了 好不好 真的很惨很惨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我刚刚讲的嘛 包括期货 包括这些航运股 我说真的 这融券竟然多少张 人家在融券 快一次人家明明在融券 你知道这些券单 有些不是真的在融券 因为他们的ECB要转换 先锁起来 对不对 转换完再把它 限长掉而已啊 结果你跟人家放空 你在笑吗 对不对 这一阵子一堆人去空什么 去空第一桶 昨天补掉2000多张 对不对 今天股价就下来了 这些原物料行情 投资朋友 前一阵子涨什么 涨大成钢 我在连线最喜欢讲的股票是什么 是允强 为什么 因为允强没记忆都赚钱 这不难嘛 对不对 这一点都不难 面板来 投资朋友 赶不上需求 电视PC买气暴增 面板倒涨价 好不好 这不用我讲 这是日经 日经亚洲讲的 对不对 你去 Asia 出多少天 写一大堆 写一大堆 哇 五十五寸 五十五寸的面板 交价格168元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会发现有什么 最近Sony的电视 竟然涨价了 涨到两年前的价格 中间价格有一定有跌 你放心好了 他涨到两年前的价格 尤其大尺寸的 为什么 因为缺货 对不对 因为需求起来了 对不对 这种东西 其实不是第一天才发生 投资朋友 我讲过了 对不对 友达面板 mini LED 加上太阳能 三合一的股票 对不对 三合一 你说太阳能 没有错啦 我们看好元金 但是怎么样 如果说以三合一的话 当然是友达 持有隆达 富财 投资最大单一股东 富财呢 对不对 这个后来延后了 我跟大家讲嘛 现在才在 现在才下市 现在才下市 大概要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出来了 太阳能模组要出货第三名 所以你不用去期待 那些其他公司 有人说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不是三 那什么 茂迪还第五名 他才第五名而已 第五名的公司33块 对不对 面板车用家大指数是供不应求的 彩晶 华兴集团交叉持股 年底会作账 而且第四季毛利率 可能有40%以上 上季37% 对不对 群创刚不用讲啦 美银跟大摩看多 甚至我记得 那一阵子有人把群创目标价写在 比友达还高 对不对 现在比友达他管啦 投资朋友 我6月的时候讲没有人相信 那时候群创多少钱 7块多 我讲友达的时候 友达9.88 对不对 我讲616彩晶的时候 也是7块多 我今天不好意思在秀那些什么 交割单那些 对不对 对账单没有意义啊 没有人愿意拿10万元来跟我换100万啊 对不对 没有人愿意 我很愿意的啊 我出得起这些钱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秀了 好不好 又不要秀了 没有意识 只会那边一直骂 一直骂 骂是有用吗 我请问你 赚钱的是我又不是你们 对不对 赚钱的是我又不是你们 好不好 对不对 我的会员赚翻了 那你们呢 还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流口水嘛 对不对 投资朋友 这没什么好讲的吧 对不对 广发证券看97块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吧 371日月光嘛 ASE嘛 代号ASX嘛 ASX嘛 ASX啊 TDR 投资朋友 明年的获利啊 对不对 还要再向上成长 Uptrend 然后怎么样 他说 需求非常的坚固啊 对不对 需求非常的 非常的好 这是广发政院讲 这不是我李冠青讲 我讲的话 人为言轻 当做没听到就好了 这些你都看过了 你都看过了 不是我第一天讲的 台达电 我懒得拿掉了啦 投资朋友 好好加油嘛 对不对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突破老谢魔咒了 你看老谢那天跟家写台达电的时候 他不是剩机踢了鴻海一角吗 从他踢完鴻海那一角之后 鴻海就上来了 投资朋友 从他踢完鴻海那一角 鴻海就上来了 我也不否认 我之前也踢过鴻海啊 对不对 但是最后一个踢的人 是老谢又不是我 马上挂在他头上就好了 我也跟他讲过 我真的讨厌鴻海这家公司 我不会叫会人去买鴻海 但是我觉得刘洋伟真的是一个人才 所以现在变得很尴尬 很尴尬 但是怎么样 我们买友达也好啊 买彩晶也没有输你 买群送也都没有输你啦 都没有输你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都没有输你 台达电更没有输你啊 投资朋友 你能想象到吗 以前台达电的股价是比鴻海还低耶 鴻海三四百的时候 台达电不到一百块啊 现在台达电多少钱了 投资朋友 台达电现在除以二都比鴻海股价还要高 那我秀这个新闻跟大家讲 高效能的高效节能资料中心 或何采用 前一阵子有些公司在炒作什么 什么随人士 什么艺人士 对不对 这些八九九六这些公司 我说真的 我后来办案都不用看了 也有人问我 今年怎么都没有在讲小基地台 什么智义 中磊 对不对 郑文 我说真的不用看了 为什么 因为台达电告诉你 我们也做小基地台 那你当你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高效能 节能 资料中心 台数学院采用之后 你更可以知道那些 周边那些什么样 什么散热 什么都不用看了 你就看台达电嘛 大摩斯小圈那篇报告写 双红见准台达电那篇 就准了一个台达电而已 其他都不准啊 准的都没准啊 我觉得台达电他写250也真的到了 也真的到了 他写双红也不准啊 双红290几后也没到 那见准更不准 写六七十块 见准现在不算剩多少钱 对不对 剩53 最近在涨车用也涨不到见准 都涨台达电 台达电跟电动车关系又那么好 对不对 那你去看到 它说怎么样 PUE指定1.5的高效节能制造中心 其实这包括散热什么东西 你都要能够做到节能 什么叫1.5 我们讲过的嘛 真正能够输入进去 真的在工作的占比啊 对不对 电力使用的效率 很多不是 没有效率是在那边做散热 或做不是资料使用的东西 那要怎么样做到很省电很节能呢 当然1.5其实说真的 不是很节能 现在都要1.2 1.2或1.1以下 对不对 才会真的是很大节能 只能这样跟大家做报告好不好 这些跟大家讲了 你看 真的不要再买0056了 今天涨什么你知道吗 今天涨的就是0056剔除的华星 你看投资朋友 有时候觉得真的这些人 你们难怪你们赚不到钱啊 今天涨的是0056剔除的华星 0056过去一个礼拜在买什么 在买远雄 在买什么 在买星附发 对不对 在买远雄 在买星附发 在买开发金 我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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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没有错啦 他本来设定就是如此嘛 高股息 他一定有一定的比率 几%以上才是高股息 那因为什么 莲勇长高了 莲勇长大了 就被踢除 谁要那么大股啊 他被踢除了 对不对 华星立华可能是因为怎么样 配期配的差了一点 只配0.5元现金 所以被踢除了 结果你看 这边被踢除的人 反而更有 更活得好 你看 华星有可能是配太少 这河南方是错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该选什么ETF 投资朋友 0050 对不对 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社区总干事 找我哈拉了一下 当然哈拉了是社区的公司 后来你不是谁谁谁 我说对我就谁谁谁 那现在推荐什么 我说如果你不看盘的话 对不对 0050跟00850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两个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不看盘的话 只有那些头脑有问题的人 才告诉你 原大高股息很好 说真的 一点都不好 你光看成分股的 那种方式的选法 我说真的 烂透了 对不对 之前我记得选异龙店 选在这里 我都没记错 选在这里 投资朋友 也没什么赚赔吧 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 真的好不好 这些东西 金居 我也跟大家讲了嘛 投资朋友 为什么要拿记录跟他讲这个东西 我当时讲的时候 金居股价40块钱 我说找到这个为什么 我不是要跟你讲 我们金居多厉害 是因为当时要跟他讲 我老江推荐乙正真厉害 最近投信在买乙胜 投信真的是 真的怎么样讲 不用 反正别人的钱嘛 追高杀低都没关系嘛 对不对 看到4961再涨了 对不对 你现在开始改去买乙胜 我说真的 这个价位在追 真的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真的没有意义了 那金居当然跟铜有关 甚至包括这家公司 投资朋友 他叫熔科 他跟金居算是怎么样 什么的啦 电解铜箔 你说会计事 这赚一点点 那我告诉你 这种一旦调涨价格 对不对 这种一旦调涨价格 那爆发力都很强 那今年为什么铜会贵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电动车 都需要很多的铜嘛 那这种专业在做铜箔的 对不对 当然没有错 你说还有那个联帽 台光电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台药 也没有错 但那些都不是那么直接了 最直接就是8358的金居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人是谁 这是老江啊 这个人是谁 宋公元啊 投资朋友 对不对 11月13日 11月13日 投资朋友 你这 在这里 在这里 投资朋友 42.9 我当时还讲过一檔股票 叫新洋科 新洋科 现在没有了 他被有责制作所吃掉了 我说你把 请你把一个人记起来 那个人叫黄佳能 好不好 黄佳能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股神耶 黄佳能去年趁着金豪科股价低迷工 现在是金豪科 现在是金豪科的董事之一啊 如果 还没有听清楚我讲什么的 麻烦请你回去 把11月13日頂尖对谈 后半段看完 好不好 你把它看完 对不对 从金居到新洋科 到黄佳能 投资朋友 我也讲过嘛 其实黄佳能这些公司 6548 对不对 这个如果 没有拆股的话 这本来是562块钱耶 投资朋友 8070 这如果没有拆股的话 是305块钱耶 对不对 再加上他怎么样 他看中了金豪科 投资朋友 人家真的是有一套 那你们呢 你没半步啊 对不对 一堆人没半步啊 去放行长荣 对不对 我说真的 还好阳明不能放空 不然就死更快 我每次连线一直跟大家讲 这些公司 我告诉你 一般的散户是这样想的 不是因为股价 哦 这个25块 我就跟你拼线 不是 大家会想说 哎呦 这不能融资我就买买了 那谁买走了 就拿了一个什么 金字讨论 那你看杨明那个 杨明的大股东卖很多 投资朋友 那又怎么样 趋势长在这里啊 人家一个月能赚0.92元 人家董事长正真帽 他开就是好啊 他的气就好嘛 你放空的人 你气就不好嘛 对不对 投资朋友 同样包括什么 友达 群创 对不对 彩晶不就这样子吗 你放空的人气就差啊 投资朋友 你放空的人气就差嘛 连永风雨我都有办法讲了 投资朋友 更不用讲什么 融诚 对不对 你气就差 你只能怪你自己 好不好 你只能怪你自己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真的好好把握机会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投资的 明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 好好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真的有前景的产业 请你记得这四个字叫 顺势而为 不是溺水行舟 对不对 蒋公公以前 在凤化线的时候 看到这个余额溺水往上游啊 激发了它 后来就要变成蒋介石 变成蒋中正嘛 对不对 这无关 好不好 真的是顺着市来走 你会比较好赚钱 对不对 你有办法赚得更多 尤其是这种大行情的情况之下 老实说我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没有人看过14483长什么样子 今天你跟我都同时验证了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对不对 咱们打开 有什么事 这些人 对不对 你不可以 你不可能 对不对 有什么事